大家好,朱昌奴 內地小部分人的質素真是頗低 昨天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中南世紀錦城一名女司機 就跟保安發生爭執 開車將保安頂至引擎蓋上繼續行駛 泰安交警說那名女司機因為涉嫌證足的昨日滋事罪 已經被警方刑事拘留 網傳的視頻畫面顯示8月6日下午1點半左右 一架私家車行至小區門口的時候 因為大門關閉 司機不停響安 大約一分鐘後一名保安出現畫面 他向車主造出暫停的手勢示 司機停止響安 但是司機仍然繼續響 直到保安把大門完全打開才停下 隨後雙方發生言語詞 保安說可以走 以後不要回來了 這個時候司機突然到車 尾部撞到保安 保安於是來到車窗前理論 並站在車頭擋住他不讓他走 側問為何你撞我 試駕車女司機於是駕車頂著保安一路走一路走 保安用雙手頂著引擎蓋 身體不停後退 路人健壯嚇得叫他 你自跌了 另一段監控視頻顯示 保安被頂至引擎蓋上方 車輛仍然繼續行駛 頂著保安足足走一公里左右 好像成龍泊警察故事一樣 保安沒有受傷 報警之後警員到場 把女司機帶走 據知情人士說 其實小區大門有電話 需要開門打電話就可以 但女司機不知做甚麼 發花瘋 沒打電話瘋狂響安 據泰安交警 今天回應傳媒指 犯罪疑疑人 因為涉嫌沉淫之事罪 正宗的沉淫之事 被泰安市公安局 泰山分局刑事拘留了 案件正進一步調查 在內地小部份人的質素真是補低 你看他拿著Bank跑仔 不知道是不是山寨 顏色是認真夠騎 也不知道是否指著自己有多少錢 那麼兇 其實保安或者清建 他們都是人 我們都懂得互相尊重 這次真是抵他 尋印之事被人抓了 好這集先看到 大家之前有掃片給截圖以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